苹果一连一次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2023已正式官宣 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6日至10日开始 那么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 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信息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 嗨大家好,我是小鹏 首先还是来看看Apple Reality Headset 目前最新得到的消息是延期到了今年的Q3了 不过有关这个设备的操作系统被确定是一定存在的 它被运行在Apple尚未发布的AR VR头戴式设备上 RealityOS在iOS代码中也频繁的出现 但是目前内部近期应该将其重新命名为XROS 它支持Facetime、信息、地图、导航、牛媒体等功能 另外就是iOS的下一个大版本更新了 iOS 17的发布 iPhone 8系列和iPhone X机型将被淘汰 它也将提供某种方式 也许是网络共享 来控制前面我们提到的Apple Reality Headset 在去年的WWDC2022中 Apple显示了一种新的CarPlay体验 它与车辆进行了更深入的集成 以此来控制汽车的大部分功能 比如灯光和音量 包括车内的温度等等 你还将能够通过某种连接去控制它们 这次我们将得到更多的信息 这些都集成在iOS 17当中 当然要使用全新的CarPlay 你还需要一辆支持这些功能的新车 来自彭博社的McGerman报道称 苹果改变了早期对于iOS 17的更新策略 从更侧重于修复错误和提高性能 而不是添加新功能 到目前的开发后期 添加了几项用户更需要的新功能 下一个我们可能会看到的重要改变是受限于欧盟的数字市场法 DMA其中要求2024年3月6日之前 iPhone和iPad需要允许通过Sidelote的方法 安装第三方软件 关于应用的撤载 对于安卓系统来说 可以通过Sidelote的方式来安装APP 而iOS系统来说 Apple一直用严格的签名验证和一系列验证协议 去阻止这一事情的发生 目前虽然有第三方商店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例如Outstore 通过将未签名的应用 使用自己的开发者账户重新签名的方式安装到设备 每隔一段时间重新签名来续期应用 但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上手难度较大 并不适合 我个人猜测 Apple可能会通过一些方式来限制应用的车载 比如销售设备的型号 只有在欧盟地区的机型才能启动这个功能 或者是提高使用门槛和难度 让普通用户难以上手 不过我倒不担心这个 因为一旦开放 网上肯定就会有大把教程来教用户车载 其实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企业签名的App 要求用户安装描述文件去运行应用 这一操作已经让很多用户的隐私受到威胁 Sightload开放可能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 以上这些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应用车载的改变 毕竟我们困在App Store里面已经太久了 如果可以像Mac一样方便的安装第三方应用 将给用户带来更多自由的选择 当然这样也会产生相应的隐私安全问题 不过如何选择应该是用户自己的问题 要安全还是要自由 你会怎么选择呢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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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